1.2公斤的水 不是好像要跟他沖涼的嗎 不需要 今天我們要給教練 教練給我們 我們如何可以用這個醬汁 我們可以加1.2公斤的水 1.2公斤 1.2公斤的水 但是問題 有些家庭吃的比較鹹 有些吃的比較淡 但是因個人的口味 你可以加減 這個不限制在1.2公斤 就是一定要標準 然後我們就是加水 加水 我們淋一下 因為這個火已經算好了 然後我們開火 這個好朋友這樣 哇很重耶 這個好朋友這樣大汁一包夠嗎 一包來講是不夠 但是如果你要乳鴨這樣大汁 是需要兩包 但是兩包之後 我們乳好之後 這個鴨汁 很重 也不需要丟掉 問題這個乳汁 人家所謂的老乳汁 就是我們乳好之後 我們把它過濾之後 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等下一次乳的時候 還可以再用 也就是兩下一次 你不需要一包 你是需要乳藥的分量 那可以收多久 如果我放在冰箱 我做了幾十年的那個 餐飲業 到現在我的乳汁 還是有收入 只是一直放在冰箱裡面 你就不要開開去煮 開去煮 freezer freezer 那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它夠鹹 OK 不單只是我們可以乳鴨 我們可以乳豆干 蛋 菜 菜這個是tradition 真正的我們潮州人士的乳菜 你們可以試試看 有就當吃這個了嗎 對對對 很好吃的 等一下我就滷給你們看 OK 還有我們還可以滷災的 因為我們的料都是塑料 塑料 好 我們把那個料跟水已經加滾了 但是我們至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大概煮三五分鐘 它的料味道出來一點 這個已經煮了三分鐘之後 這個是兩包啦 剛才的兩包 對對 我的就是2.4L 2.4L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鴨放下去 所以 這是 哇 這麼大隻 可能要 等一下你要滷這個景象 對 因為我最喜歡吃那個景象 等一下要翻一翻它 所以我們大致上 我們都要把它 不是好像要跟它沖涼的嗎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開大火 開大火 它一滾了 我們把它關上去小火 因為這些東西是 慢火煮出來 它的味道會比較 大火 它煮的 它只是收縮 它那隻雞肉 把它收得很緊 就沒那麼好吃 我們就盡量把它慢火煮 人家想吃肉 它的味道會更甜 我們大概要煮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煮這個多久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才放那個 倒肝 雞蛋 跟你的socote 菜 大致上我們 多數是 把肉類先煮 因為肉類裡面的 像一般白 它會釋放出來 它的卤汁 就變成是老卤汁 如果我們第一次煮 我們的汁還是屬於新卤汁 是沒那麼甜 煮的第二次的卤汁 是會更像的 OK I understand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就要示範我們煮菜的方法 給你們看看 所以你們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OK Thank you